最新消息 涉嫌用人頭 詐領助理補助費三百萬的 臺北市議員潘淮宗 1月27號以兩百萬元交保 檢方不服 向高等法院提出了抗告 高院昨天撤銷了原本的裁定 發回士林地方法院更審 因為高院認為 原裁定 竟然認定說潘淮宗 他有串證或是滅證的疑慮 卻無法說明兩百萬的交保金 為何能代替羈押 理由不完備 因此撤銷了原裁定 而士林地院預計會在下個週一 重開羈押亭